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具军事的尸体 东寿期间 守卫不都是三人一小队吗 就算他发现了埋伏的刺客 怎么会一个人落单呢 殿下 裴大人 有什么消息吗 卑职仔细核查了随行东寿的所有人员名单 除了殿下和王爷 只有一个军事与孩 不过 那个军事的脸好像被凶手毁去了 脸被毁了 走 我们去看看 是 殿下 没事 没事 如果说那个遇害的军事 是无意间撞破了刺客的埋伏 所以找到刺客的灭口 那刺客为什么要毁他的容 直接把人杀了就好 何必多此一举呢 陪拉人 我做检查尸体时 可有脱掉衣服检查 殿下 这尸体明显是受刺客的刀伤而死 所以大理寺并没有做进一步的检查 吩咐下去 仔细检查一番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这具尸体应该是个女尸 对不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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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欢迎订阅 请不吝点赞 和声赞 废讯